我真是过够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34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刘女士 34岁来自湖南美容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三年了 是吧 对 孩子有吗 有 两岁多了 对着镜子在诉苦 是吧 那是内心的一个声音 是 觉得他欺负你 看不起你 太厉害了 太强势了 对我太凶了 不给我留面子 资料上说是个体在做什么呀 以前做生意有过一次失败吗 后面就买一些那种木料回来 自己加工成这种 纹完手串 卖 挺好吗 但是我收入比他少 然后他就不想让我干这个 他可能就觉得我这个人 不适合再去做生意或者去创业 他想让我去上个班什么的 但是我就觉得 还是肯定要自己创业会好一点 他就一直反对我了 然后就经常在生活当中刁拦我 说我这做得不对 那也做得不对 反正就是想让我去上班 然后我就让他说 那这样子吧 你同意我 在家里弄这些东西 你能开什么条件 他就说 那就是我家无全包 然后小孩我钱带 我以前根本就不会做饭的 我就学着做 我做得不好 他也要骂我 然后我拖地 有头发没拖干净 他也要骂我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很委屈 很憋屈 他做第一次做生意 我也没有反对 他做了生意之后 那一次就全部亏掉了 家里的开支 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承担的 他不说他做这个纹丸是吧 对对对 这也能挣一些钱贴补家用啊 他是这样子的 这一次进完了 过段时间手上有点钱 又去进 就不给我们家里一点点 开支都没有 全部是靠我这一个女人来维持 作为一个男人 你得挣钱啊 我是在挣钱 钱呢 在货里咯 那就是还没挣到嘛 可以这样说吧 然后你就开始各种刁难他 是吗 这个刁难也不算刁难吧 你还不算刁难吗 天天在外面上班 家里的小孩 你看一下小孩 做个饭 这也叫刁难吗 古主任说在这里 我很委屈知道吗 我在家里做个家庭主栏 其实已经就 在社会上来讲 已经就是挺没面子的事情了 很难说出去啊 然后他就继续继续地 给我加条件 然后不是 外面上班回来之后 就让我在家里给他按摩啊 给他洗脚啊 我就觉得他 好像在家里的地位 就已经变成一个 黄太后啊 那我是什么 那也就叫黄太后啊 我累了要你按个膜又怎么了 这也不过分啊 我还低行像是 明天笑脸去外面赚钱呢 所以他不赚钱 你认为是最大的问题是吧 是啊 我在外面上班 他就在家里喝酒抽烟 一般朋友 小孩子呢 就一个人丢在一边 透过什么意外 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主持人是这样子啊 我做这一行 其实就是需要有些朋友 来看我的东西嘛 我这样才能卖得出去东西嘛 我就基本上 在他不在家的时候 我才会约朋友 过来我家里看 有一次呢 就有几个朋友来了 然后我们聊得挺开心的 聊得挺久的 然后当时也是喝了点酒 当时我也做成生意了 结果呢 他一回来 就跑到房间里面来 你能我的耳朵 把我拖出去 在外面熏一动这样 我很没面子 朋友还出来 坐下何事老 结果他还去怼我朋友几句 他也没面子 是这样子 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小孩子一个人 在那里玩啊 对你可以 把朋友怎么再收拾他呗 这也是我气得头上来了 谁也不知道 有的时候 视野有成真的的时候 对吧 他就是脾气太直 我也承认 我是这一点是不对啊 他承认不对没用 他是这种人 要发脾气 他就马上发脾气 他绝对不会管 现在是在什么场合 我面前有什么人 他从来不管的 我们在朋友出去吃饭 一点小小事情 他就可以当着一座人的面 就直接给我都发脾气 连到我家人面前 他也是一样的 不给我面子 前阵子我父亲 是过大寿嘛 然后我弟的 带了他女朋友 第一次回去 我就想着 我们也可以一家回去 大家团圆一下嘛 他就不回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事情 要吵架 那你要说到这里的话 我就跟主持人说一下吧 其实这个也不是 我故意不想回家的 因为小孩从出生到现在 他也没有跟家里 一分钱的开支是吧 我那天有意了 就看到他手机里面的账号 给他家里人 经常有打钱回去 那你说他没有钱 怎么有钱 往家里人打呗 那你要现在这样子说的话 我要是请个假 跟他回去 没做事没钱赚 那这个收入 谁来负责任呢 我也不是 有一步回家的呀 其实他是有私房钱的 没给家用 给了自己的家人了 是这意思吧 是啊 是这样子的 我那不叫私房钱 就是有时候偶尔 有做成生意了 有点手里 有点钱空出来了 家里其实很 空出来应该是妻子 孩子 你们自己的小家呀 那么困难 妻子挣钱 他就是永远是 这种小家的观念 他不会把我 那个大家的 不是你先把小家 你再给大家没有人有意见啊 你没给小家一分钱是吗 也没有 他说的太严重了 怎么可能会一分钱都没给呢 只是说 我承认是说给的少 我们自己的钱 你很少很少 我弟弟还没结婚 我总得还是要帮家里考虑 我父母他们也赚不了多少钱 是不是这样子 一定要做这一行吗 我听好你要做这一行 压很多货款是吧 对 因为之前我进的货 基本上都是存着没有卖 我这个应该还算是一个 起步之后的一个成长期吧 但是这个可能成长期 会比较长一点 大概多久啊 估计的一个五年以上吧 哦 妻子是等不了了是吧 他着急嘛 他好像就好像 马上要变成现钱 他说要把我东西都去卖掉 怎么说呢 我这东西现在不卖 我过到明年 或者过到后年 他就有可能是翻倍的 去增长这个价值的 他也有可能是翻倍的变 是吧 也是有这种可能吧 他肯定会 但是他这个脾气火爆嘛 经常会正式吵架 那你这个就变成五里顿了 到什么时候才有钱啊 哦 你们家孩子多大 两岁多一点吧 谁在帮着带呢 我们自己带 就是我在家里带小孩 是不是他带孩子 比你带的稍微多一点 我比他带多 也可以这么说吧 这不也在给家里尽力吗 但是我觉得 作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要租房子住 那小孩又马上 要面临上幼儿园了 这个分音怎么办啊 他拖了这么多钱 在里面 便不能现出来啊 我这种东西能赚钱的 你要相信我 我能赚钱的啊 所以只是现在 我没有赚的钱 但是以后是 可以赚很多钱 可能比你还赚的还多啊 你是离开这个 其他都不会做吗 去上班也是能上的 但是我不愿意去的嘛 我怎么可能 把我前面的心血 全部丢掉不要来 不可能的了 那这个刚才也说过了 也有可能下面就是爹嘛 如果他爹了怎么办 爹了可能就很多年 翻不起身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怎么面对这个家的孩子 妈就害了我了 害了我跟儿子是不是 我们夫妻几个 共同的问题好不好 请问在家里带孩子 而不工作 算不算这个人 给家里尽了义务 这个也算是健康医务 算吗 我觉得是算的 夫妻双方有一方挣钱 比另一方挣得少 是不是另一方就有权力 来指责挣钱少的那一方 这也不是 可以还是不可以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接下来我还想问 就是当一个家庭出现 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夫妻两个人 共同来共渡难关 是 当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真的很糟糕的时候 我有两种谋生手段 一种谋生手段 是让我家的孩子 和我的妻子 是衣食无忧的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是 我要把未来 全都压进来 来赌一件事情 而现在是什么样的 我不管 因为我相信 未来一定能成 我还是要赌 如果我败了呢 我不怕失败 我重新再来 你问他吗 你相信我啊 我怎么相信你啊 先生我问你啊 你老婆说 我在家里研发一个 特别厉害的东西 五年以后 一定不让你那么辛苦 我一定成 现在家里的钱 都是你来挣 你挣得辛苦一点 你接受吗 我接受 但是 你接受不接受 我接受 接受是吧 对 然后你发现 这个家里面 就是你一个人在挣钱 很累 突然有一天发现 你老婆捣鼓这个东西 不是没挣钱 也挣到钱了 但是这个钱呢 给了你丈母娘 而没放到你这个家里 你心里高兴吗 那也会不高兴 这不都是你做的事吗 所以女士的这种愤怒 我是理解的 就是你可以挣钱少 但是你不能说 你在挣钱的情况下 你把钱还给了别人 所以是不是有时候 他训你的时候 你也只好委屈求全 所以我是一直在忍着 你不忍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特别担心 也许明年你那就 特别挣钱了 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不会像他一样 所以这对夫妻 应该怎么来调整 就是在这个现实当中 怎么去调整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刚刚赵川老师 问的那个问题 您说了 您不会像他一样 对 但是您呢 您愿不愿意 在您的丈夫 像您一样挣钱了以后 在家里替他捏脚 按摩 带孩子 不带朋友来 我可以做到 您还可以改改您的暴脾气 我可以 他如果看到您跟小姐妹聚会 可以拎着您的耳朵 把您揪出门去 这样子我不接受 那为什么您就可以这样对他呢 那我刚刚说到 我可以改的嘛 脾气嘛 您对于他来讲 最大的不满意 来自于的是 他没有一个 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 朝九晚五的工作 对 是这样子的 所以 即使明年 他的那些文丸 能够挣到钱 但您还是会担心 后年怎么办 您在他身上 看不到一个稳定的未来 对 对于您来讲 我也有一些朋友 是做文丸的 但是他们多半呢 是把它变成一个副业 很少有人去主业 真的是去搞文丸 为什么 因为您要把您的东西 卖出去 所以您肯定是需要 广结朋友 您的社交圈 必须得广 您认识的人 可能要对这个有兴趣 并且还能给你 带来其他的人 对不对 对 而您如果守在家里 带孩子的话 您的朋友 只会越来越窄 对对 所以对于您来讲的话 您也需要一份工作 文丸 不需要你一天到晚 在家里头每天车珠子 对吧 您可以把车珠子的时间 放在下了班以后 和周末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您有大把的时间 是可以做一份正常的 朝九晚五的工作 哪怕收入不高 您的太太并不希望说 您一上去 就去做一个什么公司高管 拥有自己一个什么什么的 她只是承担着一个教育经费 她的心里头 又会觉得有了一些安全感 两个人稍作调整 事情就解决了 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婚姻类型 女强男弱 女强男弱一般分两种 一种就是经济上的 女士赚钱赚得多 男生赚得少 另外一种就是性格上的 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做好调整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给她洗脚啊 对 你洗脚是心甘情愿的吗 不心甘情愿 你们两人一定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俩在一起 到底是谁 离不开谁 或者说这个家 谁更重要 你的答案一定是我 是这个家里的主心骨 他离不开我 对吧 要不然你能那么指高枪吗 而你也默认了这种想法 是我是离不开他 至少我暂时我离不开他 对吧 其实在家庭生活当中 最显而易见的 就是经济的承担 但最难看到的 恰恰是默默的付出 谁扔了几个钱在家里 大家都看得到 但谁干了多少活 往往看不到 你 只看得到自己扔了几个钱 但却没有看到 他带孩子的不容易 男生你显然不是在做生意 你是那爱好 做任何事情 无论是怎样的一个销售方式 我们都要见到利润 见不到利润 那我只能说你只是个文文的爱好者 你这个舍不得卖 那个舍不得卖 都囤起来 你怎么可能见得到效应 其次 你的这种不顾小家 为大家的这种想法 其实也很难以平衡下去 孝敬父母是正确的 但孝敬父母同时又帮衬弟弟 在自己还入不付出的情况之下 你瞒着他把钱给家里面 你觉得你这样做光明正大吗 而对于女生来说 一个女人的强势最后啊 一定导致的是自己受伤害 表面上张牙舞爪的人 其实内心往往更缺乏安全感 没有顾及小家和妻子感受 都道一下歉 我们重新开始 好了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真情六十年 老婆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都挺辛苦的 刚刚主持人 包括嘉宾跟我这样讲 以后生活当中 你把脾气稍微收敛一下 我也退一步 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 我还也可以去找个地方上班吧 好不好 然后我也多尊重你 要往家里去寄钱的怎么样的 我都给你打招呼 我跟你说 好吗 可以 那你这样给我说的 我也承认我之前是 有些时候会埋怨啊 跟你不跟你面子 不公正 你啊 为你教的都好啊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好 谢谢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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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